羊娃娃和小熊跳舞 跳呀跳呀一二一 他们在跳远圈舞呀 跳呀跳呀一二一 小熊小熊点点 我今天早上起床 我感觉很口渴 我就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喝了口水 当我喝完水的时候 我发现大声一直在看着我 我当时也没有理会 我喝完水就把水放在桌子上了 然后我就准备洗漱去了 刷完牙 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进入看见大声就站在我的杯子旁边 还表现得很紧张的样子 当时我也没当回事 就准备看看书 讨写一下自己的情操 当时大声以为我在认真地看书 我一回头我就发现这一幕 大声居然让我平时喝水的杯子洗脚 后来又继续观察 他洗完脚还在我杯子里吐了口唾沫 我当时看到这样的场景 一想到我这段时间喝的水 我瞬间面容失色 瞬间感觉很恶心 我就立马跑到卫生间 把早上喝的水全吐了出来 我回到房间就气不打击出来 看下大声还有心情吃手鱼干 气得我直接把他的手鱼干扔进了垃圾桶 过后我看见大声一直趴在椅子上 流行的很郁闷 我后来冷静下来了 我就把大声抱了起来 感觉自己刚才做的事情太冲动了 不敢扔大声的手鱼干 就打算哄哄他 让我没想到的是大声居然动手又删了我的脸 我后来走到大声跟前 本来想给他吃他最爱吃的大嘴巴的的时候 我发现大声又要哭了 我最见不得小猫咪在我面前哭了 后来我又心软了 我为了大声心情能好一点 我觉得带他出去走走散散心 把他带到外面的时候 大声热的都生舌头了 看到他那么热 我准备把他抱出来 正当我抱着大声在散步的时候发现了一只小猫咪 我后来把他抱了起来 发现小家伙身上好脏啊 全都是灰尘 我把他身上脏东西稍微帮他清理了一下 我也不知道他是走丢的还是被遗弃的 而且这个小家伙太可怜了 他还是个残疾猫 他的腿皮别的猫还短 他在外面流浪的话肯定会被别的猫欺负的 我也于心不忍 我就准备把他带回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